大家好,我相信大家种小菜地的时候都会有蜗牛还有鼻涕虫上来啃那些嫩叶子 以及我们长出来的小嫩瓜的这种经历 当然越是嫩的他们越喜欢吃,这个挺烦人的,看着结果了可是很快就被他们吃掉了 如果你在店里可以买到这些吃蜗牛还有鼻涕虫的这些东西 但是我有一个非常简便有效的方法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看看这个是什么,对,鸡蛋壳 我每次吃的鸡蛋以后鸡蛋壳都把它留下来收藏起来 然后我就把它们都碾碎 你这可以用棍子砸,我就这样用手把它压一压就行了 压成比较小的碎片以后把它倒在塑料袋里头 就这么用手来回的锤,锤的不用太细 太细了后就不起作用了,有一点小渣在里头是最好的 然后呢我们就把它撒在这些瓜果的边缘 鼻涕虫是软体动物 蜗牛我不太确认,我在网上查了有人说也是软体动物 有的人说不是,不管怎么说吧,他们都不喜欢在地上爬的时候 把蛋壳粘在他们这个软体上的那种感觉 这些蛋壳就是起到这个作用 也有人会撒一些木屑,也有人会撒一些沙子 但是我觉得蛋壳有一定的营养,而且会改善土壤 所以我就用蛋壳 这个方法非常有效 其实也就是在这些瓜果比较小的时候预防一下 等它们长大了长老了,蜗牛和鼻涕虫也就都咬不动了 所以这个时候的预防是非常重要的 来看一下豆角,豆角也是非常容易遭虫和遭鼻涕虫、蜗牛一类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豆角的边缘呢,也就都撒上一些砸碎的蛋壳 这就是刚才我说的为什么不要砸的太碎 如果你把它砸的太碎都是粉面状的,就起不了什么作用了 砸成这样一小粒一小粒的就可以了 我朋友告诉我拿一个浅盘子,装上一些啤酒 放在这些瓜果的旁边,晚上鼻涕虫就会爬进去 第二天早上起来把鼻涕虫倒掉就行了 可是我一想到盘子里面都是满满的鼻涕虫,挺恶心的啊 我就不大敢弄,我还是用蛋壳吧 反正方法挺好的,你们可以自己试一下 三四天以后你看这个黄瓜就长大了一点了 但是因为浇水或者下雨,它周围的这些蛋壳就有一些冲散开来了 这时候我们就稍微的再补充一点就行了 这就是为什么一年四季所有的鸡蛋壳我都会留起来 到这个时候就可以用上了 你看这个蛋壳也就散了很多了 为了避免意外,我们还是要再撒一些在上面 会比较放心一点 还是那句话了,再过大约一个星期 这些瓜果长大了,鼻涕虫啃不动了 它们也就不啃了 这个时候的预防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就和大家先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欢迎点击右下角的院子,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